把橙子放锅里面蒸一蒸,作用真的太厉害了,如果你有吞刀片的感觉一定要试一下,这个方法可以让你少花很多愿望钱,少走很多玩路,少收很多愿望罪,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赶紧安排上。 好了闲话不多说了,下面跟着视频看一下怎么操作的吧。 我们首先把橙子的外皮去掉,记住了一定要选用橙子而不是橘子,橙子和橘子的用处大不相同。 最近听很多朋友都说,像感觉回到了前两年的感觉一样,又中招了。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,这个方法你一定要试一下,把橙子的外皮去掉之后,然后再把它改刀,切成小块的。 橙子准备两个就够了,然后再准备一个小碗,再把橙子放到碗中,再加一勺食用盐,再用勺子搅拌均匀。 准备好的橙子,我们把它放到锅里面隔水蒸,盖上锅盖之后大火蒸开,然后再转中小火蒸个10分钟左右。 放橙子的碗里面不要加水,直接蒸。 好了时间到了之后,剪开锅盖,稍微给它放凉一会儿拿出来。 蒸好之后碗底部会有点点汤汁,这个汤汁和果肉一起食用。 这个方法需要的,赶紧收藏起来iPad上,不要看它的做法简单,它的作用可不简单。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见。